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范老师 各位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这个 座谈的提问跟回答 那今天除了我们这个论坛的主讲 郭俊贤老师之外 我们在介绍我们另外的 影片的宣导人 王俊昌老师 那刚刚看过影片也聆听了 郭老师精辟的解说 有一些相关的还有衍生的问题 想再请问两位老师 但是因为目前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提问 还没有完全整理递上来 所以趁这个空档 我先自己问我自己想问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刚刚我们听到了郭老师很多的 介绍我们一些 很多的科学新知 那我知道两位老师也都是 科技背景出身 可是你们也相信佛法 学习佛法 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两位老师 在谈一谈为什么你们认为 佛法是科学的 不是迷信的 我们请郭老师做一下说明 我想现场应该有很不少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通常会觉得说 这个佛法是不是迷信的 不过我们要理解到的是 其实佛法真的是很科学的 就像是我刚刚所讲的 佛法是不是很重视实际的验证 是不是很重视英国的道理 这些都是很符合科学的原则 反倒是如果因为自己是知识分子 然后心里就想说 哎呀你那些都是迷信 然后就拒绝去验证 去相信 那个这时候 他自己是不是反而是迷信 反而是迷信自己的知识 好 所以佛法其实是真的可以 确实去验证的 是不是迷信的 说到这个信 就要跟各位分享一下说 如果一开始先相信 是不是迷信 有人说是 有人说不是 好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一开始不去信 你怎么能够去学习到什么东西呢 当然是先信 然后去验证才是对的 好 除非你一开始就有什么的证据 说这个一定是错误的 好 举个例子 小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学 想要学骑脚踏车 学骑脚踏车的时候 难道我们不会先相信说 爸妈要叫我骑脚踏车 真的脚踏车可以 虽然只有两个轮子 但是是真的可以骑出来的 要不要先相信 至少多少要相信一点 都不相信是不是 连那个想要学 想要实际去了解 骑脚踏车的样子是什么 都没有这个机会 好 所以实际的信 真的要实际的验证 其实多少都要基于一个 相信的开始 只是佛法告诉我们的说 不是单就相信而已 你今天我们大家如果有缘 要继续修学佛法 真实的智慧的时候 佛法不是一般的宗教说 你信就好了 你信我就好了 不是 佛法是需要先去相信 没有错 但是佛法会告诉你要去验证 要去仔细的去检查 然后检查的结果 我可以决定说 你这个是错的 什么才是对的 所以说起来 佛法真的不是迷信 它真的是非常科学的 好 那王老师再补充说明 佛法是科学的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 因为我们学理工科的人也说 也常常被提问到说 你怎么去迷信 修学佛法为什么是迷信 其实我们要了解 先来了解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什么叫做科学 在维基百科里面有讲到 所谓的科学是指对自然现象规律的探索与总结的知识 那科学呢 基本上包含两大领域 一个是基础科学 一个是应用科学 但是现在这两大领域的科学 其实都只能在现象界物质层面上来探索 而探索主要的目的 其实都是在找出万事万物出生的根源是什么 譬如我们基础科学 基础科学里面包含了物理 生物 化学等等 那这样子其实他们一致的都在探索 最小生命以及物质过程的最小元素 以及它的形态是什么 其实他们就是从围观当中 藉由先来的科技来探索 从现在的科技里面可以看到 子子 中子 乃至于我们电子 还有垮克 以及目前最热门的就是量子力学 这个就是从围观当中想要探索 生命以及物质最小构成的元素 但是在实验中里面有发现 人的意识会影响量子力学的形态 那就得到一个结论了 也就是意识是心 却会影响物质的形态 我们在基础科学里面就发现这样的现象 另外一个就是应用科学 应用科学主要是利用基础科学的技术来发展 以及推展未来科技的可能性 这里面包含譬如生意科技 譬如太空科技 各位朋友我们都知道 哈勃望远镜可以看到130亿光年以外的模糊星系 但是目前它已经服役超过30年了 所以美国在去年2021年12月25号 发射了一颗新的太空望远镜 叫做韦伯太空望远镜 它用18片六边形镀金的镜面来反射光线对焦 那预估它会比哈勃太空望远镜看得更远更仔细 那这个其实这两大的望远镜主要的目的有两大使命 其实第一个就是看得更远的太空的各种星系 第二个使命就是发现地球以外的生命 那这个太空望远镜主要它是从宏观的层面 想要探索这个宇宙最初大爆炸里面的形式 借以如此来知道说 宇宙大爆炸之初到底是什么形成的 所以不管是基础科学或者是应用科学 它都是在物质层面上来探索 想要了解生命及物质最小过程的元素 以及它的形态是如何 但是它是物质层面 没办法探索到心的层面 可是在佛法中说 心才是造就 才是生成一切万法的根源 在经典中里面就有讲到 我有一个真心 它是直接出生眼耳鼻舌身一根等六根 那间接在出生舍身香味处法成等六成 然后再辗转出生眼耳鼻舌身一事等六事 然后再辗转辗转出生一切万法 所以在《华言经》里面就有讲到 心如武功化师 能化诸世间 无应兮重生 无法而不造 所以有一个心 它像功比精巧的师父一样 它能够化出一切有情的五应色身 也可以化出一切气世间 那也就是说这个心 它可以造就我们每一位友情的五应色身 也能够造就一切三合大地七世间 那在玄奘大师所著的八识规矩诵里面也有讲到 他把八个识的体性 相貌功能作用 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知道 佛法不仅是科学 而且是探索万事万物 出生最根源的科学 谢谢大家 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回答 在现代科学研究 物质现象的各种领域中 其实释迦摩尼佛早在200 2500多年前曾经说过 水中有虫 人的身中有虫 也谈到了除了地球以外 还有很多的他方的世界等等 那这个在现代的显微镜 还有哈勃望远镜 韦伯望远镜的发明 也验证了确实是如此 而在现代科学研究心理现象 各种领域当中 其实玄奘大师在1300多年前 在他所著作的《成为世论》 《八世规矩颂》也早已经详细地剖析的 生命的八世心理结构 至于现代心理科学的研究 目前也仅止于前六世以及少分的潜意识 那么对于生命的八世心理结构是不清楚也不完整的 所以我们知道佛法是科学的 甚至是领先科学领域的 那佛法的宇宙生命观可以提供科学研究 新的思维和新线索 科学必须具备佛法的宇宙生命观 才能对科学研究命题所无法突破之处才能够突破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